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摸摸鼻子只能躲回孤儿院 你们有爸爸妈妈 你们有阿公阿嬷 为什么我的学校忍受同学 笑我是一个没爹疼 没娘爱的野孩子 你在回首你求学的那道路上 你说缴的学费 你穿过的衣服 穿过的鞋 那是你爸妈做牛做马换回来的血汗钱 你们有家人让你依靠着 我没有 靠着自己的努力辛辛苦苦熬到大学毕业 我的人生才站在一个崭新的起包点上 老天爷他凭什么 他凭什么用一场病 因为我的将来就宣布答案 肖建华 你不会更好了 生了这样的病 注定了 你不会更好了 怎么办 知道不会更好了 剩下那三年五年 医生嘴里说的那三年五年 我还要这样折磨自己 折磨到死吗 未来的日子明知道会更辛苦了 我还要这样活下去吗 那当然不要了 三十多年的苦我受够了 再多一天 我都不要 算了 既然知道不会更好了 那就算了 我想放弃了 我想牵手结束自己的生命 就用结束这条命来向老天抗议 我要抗议老天对我不公平 从一边听完报告之后 在回家的路上经过一家杂货店 我进去买了一包木炭 淋着木炭沉着眼泪 一路伤心地哭回家 一进家门 木炭都还没来得及打开 不知道为什么 我突然走进了我的书房 我看着三大书柜里面 摆满的都是我念过的书 贴在墙上的奖状 在我桌上的笔记本 成吉丹生活照片 还有那张国立成功大学学士证书 我心里面想着 那么辛苦的八年 我都能熬过来了 为什么在这时候放弃 那三大书柜里面摆着几百本 都是我念过的书 你说 你看过哪几本书里的哪几行字 是在告诉我们 当人生遇到挫折困难的时候 我们就要放弃了 你有看过吗 如果你真的有看到那表示印刷厂有问题 书我读了那么多 道理我懂得也不少 没有任何一个老师告诉我 遇到挫折困难就要赶快放弃 那我为什么在这时候 要用一包木炭 来给人生做不光荣的结束的 为什么要放弃 这个问题 拿来问你 你都能替我回答了 你们不是都看到了吗 看到了小时候住在孤儿院的那个 我不幸福的 好不容易等到有人来领养 那却是一个清寒的环境 别人无忧无虑的顺利升学 我是靠着自己辛苦半工半毒 大学毕了夜来 莫名其妙人这场病 你都看到了 过去那个我不幸福 现在这个我不幸福 你还知道未来那个我会更辛苦 如果你们真的 怀着悲悯之心的话 你们也应该舍不得吧 舍不得我再这么苦下去了 所以放弃 那是我唯一 也是最好的选择 面对一个明知道不会更好的未来 这是我唯一的选择 我自以为 当我转身准备打开木炭的那一刻 木炭突然从我手上掉下来了 天啊 我好惭愧 我真丢脸 我怎么好意思抱怨我付幸福 其实我很幸福 我一直都很幸福 但那幸福尽在眼前 尽在身边 三十多年了 我竟然一直没有发现 老天爷 给了我很多很多 别人没有的幸福 因为在我转身的那一刻 我看见了更多比我不幸的人 你知道吗 有些人一生下来他就是两眼全盲 他这辈子永远不会知道白天的太阳长什么样 到了夜晚的月亮又是长什么样 你告诉他 阿里山的日出有多美 你跟他说阿西子湾的夕阳有多漂亮 说再多有什么用 他们这辈子只能想象 因为他们看不见 一生下来的世界就是一片漆黑 还有些人一生下来他就是荣雅残障 要跟你说话只能靠匕首画脚 他这辈子最大的心愿 希望能跟你一样 开口唱着自己喜欢的歌 带着耳机听见美妙的音乐 唱歌 听音乐 我们现在能做到的 他们要等下辈子 我的眼睛还能看 嘴巴能说 耳朵能听 比起不幸的他们 我明明很幸福了 都幸福了三十多年了 我怎么好意思抱怨 我现在拥有的这一切 是他们这些不幸的人 求一辈子都求不来的 我怎么好意思抱怨 再看看人家 朋友 如果下次你真的忍不住在法老上 抱怨自己不幸福的时候 你真应该换一个角度 请你去看看过去那个 你一直不曾注意的角落里 有着一群人 他们比你比我都还要更辛苦的活着呢 我们同样顶着这片天 同样踏在这块土地上 一样一天二十四小时 他们却要付出比你我的更多的代价 才能把一天被活过来 看看人家 他们在那么健康的环境当中 不但没有自暴自弃 还能勇敢乐观地活出自己存在的价值 也为自己赢得一份尊严 一份做人最起码的尊严 那我既然比他们幸福 我为什么要放弃 如果连他们都能坚持到底 那我有什么资格说放弃 在那当下 念头一转 海阔天空 我给自己做了个很重要的决定 木炭打开了 火点着了 烤肉去了 为了不辜负我身边 还有那么多爱我的老师 同学 学弟妹 他们从我生病之后 一直不离夫妻地守候在我身边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 不是我的兄弟姐妹 可是他们对我 却比对自己的家人还要好 谁规定他们应该对我好 谁规定 没有人规定他们应该要对我好 但他们对我视如己出 我不能辜负他们给我的这份爱 再来我也勉励自己 生命的最后 眼看着 就剩下这些时间内 三年五年 那很快就会过了 明知道来日无多了 我当然要更珍惜 我要更努力 我要为我的人生 拼出一张独一无二 漂亮的成绩单 带着这张漂亮的成绩单 我要很光荣地来参加 我生命的最后一个毕业典礼 我要每一个来参加 我告别式的朋友 都能带着微笑 走进我的灵堂 我要每一个走进我灵堂的朋友 都能以我为荣 面对措折 我没有低头 为我自己 为身边那么多爱我的人 我选择了勇敢 坚持 快乐地走到最后 从跌倒的地方 我站起来了 92年12月 我病发后 9个月 当电视报章媒体 大篇幅地报道了 我的生命故事之后 开始有很多公司 社团 学校 企业机关 打电话邀请我跟大家 来分享这段精彩的 生命历程 一开始 我先衡量一下 我自己的身体状况 我再算一算 我还剩下多少时间 我为自己定下了人生最后一个目标 一百场 走到生命终点之前 我一定要讲完一百场 用完成一百场生命教育讲座 为我的人生拿下一张满分的成绩单 从九十三年 医院在台南高尚的第一场开始到九十四年的十院底 一年多的时间里 在很多人给我的协助之下 我讲完了一百场 把我这生最后想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了 心愿已了了 我已别无奢求 可是我没有忘记 医生说的那三年五年 我从生病到讲完这一百场 过了两年多 还剩下些时间 这些时间我该怎么去安排呢 我告诉你 在那时候我其实也做好一个计划了 我想等我讲完这一百场 我就要卖掉我在台南永康买的房子 就我一个人 没有爸爸妈妈兄弟姐妹的帮忙 在办公办公的情况之下 省吃兼用 还能攒下来那么点积蓄 买了一间自己的房子 可是眼看着这房子我是用不着了 再过几年都要去躺棺材了 房子我用不着了 而且我也不用留给谁啊 我才不像你们那么辛苦做牛做马 这拼命地想把最多最好的留给孩子 用不着不用留给谁 那我想赶快把它卖掉 然后当回南投新一江的山上去 因为那边的空气好 那边也没有都市那样的吵闹 我最后只希望可以一个人 我不想在连累身边那么多人啦 你看我的同学我的学弟妹 从我生病之后陪着我苦了两年多啦 我已经要到了我要的人生啦 该还他们自由啦 我最后只设下这么一个卑微的心愿 让我一个人安安静静地走到生命的重点 我已经不求奇迹了 不用发生在我身上 你说我会不会羡慕别人活到六十七十八十 我告诉你一点也不 跟别人比起来我的生命短暂 但跟别人比起来 谁能如我这般过得灿烂呢 这一生短暂 但是我没有半点遗憾 因为我的人生带着一张满分的成绩蛋 够了 我认为公闹 中文字幕 李宗盛